如果用一根线去填满一个正方形 你会怎么做 一个名叫皮亚诺的数学家给出了答案 把一根直线分成三等分折叠 这就是一阶 然后将一阶的曲线复制四份 并把三次向线的曲线沿对角线翻转 最后添加三条线段将其首尾相连 这就是二阶 上述过程重复进行 可以看到在折叠到第八次时 这根曲线就与正方形非常相似了 当接触曲近于无穷时 就有了这条能填满平面的希尔伯特曲线 但众所周知曲线的面积为0 0乘以任何数字都是0 那么这根希尔伯特曲线真的能实现 0乘以无穷大于0的效果吗 一般来说线是一维的 而平面却是二维的 要想用线来填满平面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皮亚诺之所以认为 这条曲线能填满正方形 是因为它能遍立正方形中所有的点 这样一来就很尴尬了 你可以说它是一维的 因为它是一根线 但它把正方形里的每一点都充满了 所以它又应该是一个二维的图形 其实问题就出在我们对维度的理解 一般来说 一维只有长度 二维就是长宽 三维则是长宽高 可事实上 一个图形的维度不一定就是整数 1918年数学家奥斯多夫提出了一个概念 奥斯多夫维 我们把一个图形分成N次变为M个自相似结构 比如一根线除以二变成两小根相同的线 一个正方形长宽都除以二 那么变成了四个小正方形 同理正方体长宽高除以二 就变成了八个小正方体 奥斯多夫维数就是用自相似结构的个数 也就是M的对数除以分的次数 也就是N的对数 所以此时它们的维数就是一维二维和三维 有了这个公式就不难计算出其他图形的维数了 举个例子 科赫雪花和希尔伯特曲线很像 它是由等边三角形无限迭代出来的 虽然看起来小小一个 但它的周长比地球直径都长 那么它到底是几维图形呢 按照前面我们分析的维数算法 科赫雪花曲线是分三次能得到四个自相似结构 所以它的维数就是log4比log3 大约是1.26 处于一维与二维之间 而希尔伯特曲线之所以能实现维度的跨越 也是因为这个曲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二维的 你看它的结构可以通过各个基本单位一分为二 成为四个自相似结构 那么得到的奥斯多夫为数就是二 所以它才能在数学意义上用线来填满面